我们新疆的这个反顾对于法实施办法了 第七章就是教育管理 第38条39条 就为我们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它的存在 培训应该培训哪些内容 用什么样的方式提供了充足的法律 世界很多国家都在这样做呀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比方说像新加坡 像英国 它都有这样的方式 帮助教育那些受极端思想影响的人呢 就包括教培中心 就是一个国际管理 就你怎么样去教育转化它 专门出台了网络安全管理条例 对通过网络传递暴力恐怖信息 尤其是教唆 暴力恐怖的方式方法 这种犯罪 我们把它作为我们打击的一个重点 如果像那些互联网络的平台和网站 如果它不这么做的话 我们就要追究责任 当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 实施这个暴力恐怖犯罪 受到刑事追究的时候 我们就感到其实他们也是受害人 是什么的受害人呢 这些暴恐英视频教所的受害人 他自己没有去实施暴力恐怖 但是他却很快的让别人去干了这件事 所以就是基于他的社会危害后果非常的严重 那么我们国家刑法当中 这一条制作传播暴恐英视频 我们就要追究你的刑事责任 就算我们把暴恐英视频截住了 恐怖主义和集团主义不会截住 它还会延伸出很多新的方法 恐怖不过是个手段吧 所以我觉得它依然是长期的一个挑战